第1步先编程,你比如编4步 编4步,按P键,选择程序,1号程序,程序步数,4步 预制键速,就是你要压多少键,然后99键 钢前电数0,可以让保压时间,然后第1步20,你给我收一下 第1步比如说25,确定,第2步外轴深度72,690度,第2步50,确定 外轴深度72数字怎么得来的,数字是油缸下来的深度 油缸下来的深度是吧 对,这个数字越大,就是角度压的越深 哦,明白了 然后第3步20,那也就是现在我所谓的,折90度的时候,我外轴的位置就72 对,相对来讲是这个槽,这个槽口,如果说你换一个大一点的槽口,它可能是73或者74,那这个要是自己调一下 要是先,先四折一下,对,先四折一下,然后第4步50,然后4步变完了,返回第1步,准备25 哦,OK 好,第2步 好,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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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